好了,首先就是《復仇者聯盟》 我和你也看過了 你什麼時候看的? 第二天 我是第一天看的 我已經是道歉了 我和我的網友道歉了 因為說好的有道具子 沒有 說好的有女 當然是有女的 因為去到九龍堂戲院一定有男有女的 但是我們所說的 說會穿著Sexy的美國隊長 是沒有的 我只看到一個 甲旗俠就是和我們安排 阿菲那個 但是好在我真的很多人 在我身邊的同事 是造證的 他當日推銷我 就說到你們這樣就行 保證你們有最好的戲院 最好的座位 道具展 拍照 美國隊長的盾牌一定沒有問題 他說到這樣 無論如何 不要緊 因為其實 雖然收了我180元 我收了你們200元 不如是20元 我費工事找 其實他也是捐贈了 你們看到 我看到有幾行 是那些坐輪椅 有三、四行 我都覺得可以 請客人看電影 還有那個張飛 其實也不太容易拿 我問心一句 OK 最後就是寫真集的安排 Paul Hull Mr.Hull 他確認了我 他說這個星期 稍微沒有太忙的時候 他親自把那些寫真集 送過來 我已經對他 不要說信用 說話 保留他太忙 首先 我先拿四十集 如果他能安排到女 即是那些Super Hero Sexy Hero 和大家見面簽名 是僱員最好的 他安排不到也不要緊 因為我已經找了 你在搞什麼 你那裡不要說聲 可以嗎 因為我已經找了 其中飾演的Super Sexy Hero 還是Sexy Super Hero 還是Hero Super Sexy 其中兩條女 會上來做嘉賓 到時各位拿著飛美的朋友 就可以現場上來 跟我們的Super Sexy Hero 那個女生 拿回簽名 在你的寫真集中 又或者和我拍照 也可以 補償你們 當日對我們的支持 搞得你回到家 兩點多 很慘 你看完相機